今天来了一台很有意思的车 Smart精灵一号 而且还是巴伯斯的版本 其实相比于普通版 这台巴伯斯换装了前后装电机 进而组成了电视区系统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升卡电门 这种推背感比起那些压牛小钢炮 都要强得多 毕竟它有400多买力 官方零百加速可以达到3.9秒 日常基本上就是动力过剩的水平了 当然如果轻缓一点看 它并不会很暴躁 无论是在哪种模式下 它的输出都是足够游顺和线性的 就算是现在在一口模式下一点一点 它整个响应都是足够及时的 当然这台车真正好玩的 是把它放在Bibus模式 这个时候它不但有最强的动力输出 以及最快的动力响应 并且它还允许它关闭一部分的电子稳定系统 这个时候你每过一个弯 它的尾部都展现出了非常活跃的动态 甚至它会允许这个尾部会有一定的怀疑 开起来是非常有趣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模式最好是在赛道这样的封闭道路上用 毕竟这种失控的感觉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hold得住的 另外你别看这台车的体重已经低近两根 但开起来真的没有那种大车或者是重车的雷坠感 一方面肯定是电机带来相对比较快速的响应了 另一方面则是底盘抬轿方面的功力了 没错不用说你也应该知道 它跟极客001是出自SA浩瀚品牌的 这台Bubus的版本它整个调性就是偏欧式的 握几个坑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底盘相对比较紧致 比较扎实的感觉 像是前面我们可以快速变一个道 其实整台车的侧倾控制都是相当到位的 就算快一点开你都会觉得这台车给你的信心是很足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底盘是不舒服的 面对路面上的这些大小颠簸你能感觉到它虽然是有震动的 但是这个震动很快就没了 足以说明它整个悬挂动作是足够快的 整台车稳定下来的能力是很强的 还有就是这台车比较好的一个转向精准度 车尾跟随性都能让它开起来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这种轻松灵巧的驾驶质感 相比于很多燃油性能车都是它要好的地方 对了包括它的刹车调校也是足够线性的 它不会像是很多性能车的那样子一点就会有种撞墙的感觉 不过倘若这台车要下赛道的话 刹车还是要升级一下的 毕竟以它的动力配一个大家从镜头里面看到那样子的一个刹车 还是差点意思了 对于这台精灵一号Farbus的车主来说 它不但开起来让人很开心 它看起来更让人开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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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车主会更有优越感 开起来的心情也会更加愉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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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想要争够一台代步电车的消费者来说 它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 而我们这台性能和乐趣兼备的Farbus版本 售价都不用30万 对于那些想要整一台电动小钢炮的老哥来说 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